台湾综艺界也有类似四大天王这样的称号 最初一代的叫三王以后 指的是张飞、张小燕、胡瓜和吴宗谢烈 这一代落寞之后又出现了三后翼王 其中翼王指的就是名嘴蔡康勇 三后则是由小S、陶金盈、历经三人组成 而在这其中,历经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你说他是男人也行,说他是女人也说得过去 因为这是一个双性别者 只不过后面因为手术彻底变成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过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看着如今的历经 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出生在台湾一个声势显赫的政治家庭 历经在出生前,就被父母寄予了某种厚望 据说历经出生前,父母有过三个孩子 可惜其中两个都已夭折 剩下一个女儿,家里希望有个儿子 所以让历经当个小男孩 出生在显贵家庭,并非一定如外界想象中那么幸福 父亲常年忙于事业 而母亲又只喜欢关注自己,导致历经逐渐长成了一个细腻且敏感的孩子 不幸的是,因为性格柔弱 历经在求学时一度遭遇过校园霸凌 面对周围人嘲笑娘娘腔的声音 历经崩溃后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试图解脱 虽然幸运地被家人发现送到医院得救 但历经内心的伤痛却一直无法平复 而父亲又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 特别希望有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 而这种希望在失去三个孩子之后 达到了巅峰,甚至可以说蜂魔的程度 在母亲进入产房的时候 父亲在产房外不停地祈祷 希望上天能够赐给他一个儿子 然而在妻子生产结束以后 医生却告诉了一个他不知道是喜还是悲的消息 因为这个孩子身上有两套生殖器官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性人 这样的情况让父亲的大脑也有片刻的当机 他也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但是出于对儿子的渴望 他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孩子当成儿子来养 还给起了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 吴忠明 父亲是一名政治家 办事雷厉风行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 特别是对于自己尽予厚望的儿子 更是如此 相比女儿更加的严格 就像要求士兵一样 来要求吴忠明 这对于一个刚刚只有几岁的孩子而言 很显然这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 母亲又整日忙着与一群父太太打牌 幼年的吴忠明就这样在极度缺乏亲情 而又严格管教的环境中长大 这样成长环境造成了吴忠明的性格缺陷 并没有如父亲所愿培养出一个性格坚毅 做是果决的接班人出来 等到十多岁的时候 吴忠明的性格变得越来越软弱 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但凡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吴忠明就恐慌的不行 这样窝囊的表现 父亲看到更来气了 管教也更加严格 高压式的教育 让吴忠明透不过气来 这时候他无比的羡慕妹妹 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一刻他无比厌恶自己男孩子这个身份 而这种厌恶等到了中学的时候 甚至已经从心里过渡到了身体 开始讨厌自己身体上的男性特征 甚至别的男孩身上的男人特征 他开始讨厌与男人一起去男厕所 一起去洗澡 渐渐的 吴忠明开始成了同学眼睛中的另类 他没有朋友 整日沉默寡言 干什么都是一个人 吴忠明越来越孤僻 没有人帮他分担压力 他也更加痛苦了 家人并不理解这种痛苦 父亲也越来越看不上他 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 终于吴忠明承受不住了 在19岁那年 吴忠明开始逃避 选择服药 喝下了大量的安眠药 想要直接一睡不起 还好家人发现及时 送进了医院洗胃 经过医生的努力 他才被救了回来 经历了这一次事情 却让吴忠明开始变得勇敢起来 勇敢直视自己的性别 他要告诉所有人 自己其实是女儿身 儿子的举动 终于让父母开始重视了 在医院中 父子两人进行了一场深入谈话 吴忠明这一次也不惧怕父亲了 而是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压抑都说了出来 这时候的父亲 无比地有耐心 静静地听着吴忠明说着那些 他也醒悟 自己这些年来 给了孩子太大的压力 吴忠明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终于忍不住对父亲说出了自己心中所想 爸爸 相比男孩 我更想做一个女孩 我想去做手术 彻底变成一个女人 听闻儿子想要变成女儿的时候 父亲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不行 坚决不行 我反对你做手术 而吴忠明对父亲说了一句 爸爸 您怎么知道失去儿子之后 会不会换来一个孝顺的女儿呢 这一句话 直接打动了父亲 是啊 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 都一样 只要孝顺就好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父亲终于松口了 含着泪水 答应他成为一名女孩子 王忠明要彻底变成一个女孩子 就需要切掉身上所有的男性特征 特别是生殖器以及喉结 而那时候的台湾 关于变性手术的法案 还没有通过 为了帮助儿子变成女儿身 父亲特意带着王忠明去了新加坡 完成了切除手术 然后回到台湾 在一家私人诊所内 王忠明进行了整形手术 最终完全变成了一个女人 吴忠明也就变成了丽精 这般不妥善的做法 也埋下了相应的祸根 成为女人后 丽精终于找回了自我 不再像以前那般封闭自己 渐渐有了自己朋友 有了自己的梦想 那时候 丽精非常喜欢唱歌 就想着将来能成为一名歌星 而她也不断为这个梦想努力着 因为生理上的优势 成为女人以后 丽精的声音并没有那么尖锐 唱中的低音的时候 特别迷人 就如同梅艳芳一样 这种嗓音在当时非常受欢迎 二十左右岁的时候 丽精在一场助唱 一个月就能赚个几万块钱 不过丽精最终还是没能成为一名歌星 因为丽精出车祸了 她的声带也因此受损 再也不能发出迷人的歌声了 不得不说命运对她来讲 太不公平了 不过 对于自己的遭遇 丽精却看得非常开 或许在她看来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 比性别紊乱更痛苦了 经过性别重制以后 丽精变得更坚强了 既然不能唱歌了 那就换一个工作做 曾经的夜长小夜音 也变成了一个一个普通的销售 普通的工作 她却做出了不一样的成绩 很快她就成了店里的金牌销售 同时 丽精的努力 也为她迎来了一次 非常难得的机会 东森媒体集团旗下 东森购物台的一个领导 看中了丽精的销售能力 刻意花高价钱 把她挖了过去 然后丽精的传奇人生 正式开始了 在这家电台 丽精创造了无数奇迹 素身内衣卖进十万套 85分钟卖出700多台笔记本 电脑 80分钟卖出380颗一克拉钻石 一小时卖出265台修旅车 以及250台房车 这个数据 即便是在直播如此发达的现在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 更何况那个年代 至今为止 在东森购物 都还流传着属于历经的传奇 因为她是东森媒体唯一一个 凭借拿提成就比总裁工资还高的员工 这样的员工估计全世界都找不出来一个 不过丽精并没有知足 满足于金钱 而是开始追求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2004年 丽精开始成为一名综艺主持人 在主持界同样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先后主持了麻辣天后宫 超级狗像等综艺节目 成了台湾有名的综艺天后 都说人怕出明珠怕壮 在历经出明之后 吸引了很多媒体的眼光 很多人都开始挖掘她的过去 一场危机也悄然袭来 2009年的一天深夜 慌乱的丽精咬醒了自己熟睡中的丈夫徐玉仁 向她坦白了自己曾经是一个男人的事实 因为她刚刚受到一些人的要挟 要曝出她变性人的身份 身为一个女强人 丽精有能力 也有信心处理好自己工作上的问题 但唯独害怕自己的丈夫徐玉仁离开自己 身为一个性别重置者 爱情对她来说太奢侈了 在夜店上班的时候 她曾经遇到过一个男人 那个男最初对她很好 但实际上却是为了她的钱 取得了丽精的信任之后 直接拿着她所有的积蓄跑路了 这让她非常伤心 一度封闭自己 不愿再相信爱情 直到遇到比自己小14岁的徐玉仁 才又一次对爱情有了信心 对方虽然比她小 但是却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把她当成小朋友一样宠爱 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历经很多朋友都劝说 这个男人比你小了那么多 不可能真的爱你 肯定只会是为了你的钱 不可能与你真的结婚 历经也有这样的担心 但是没想到徐玉仁大学毕业以后 真的与她结婚了 婚后对她依旧像当初那么好 也正是因为如此 历经对徐玉仁非常的重视 在得知媒体要曝光自己以后 历经最担心的就是失去这个丈夫 然而 没想到徐玉仁在听完她的故事之后 不仅仅没有责怪她 反而一脸的心疼 原来你以前经历了这么多 不要担心 也不要害怕 你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我以后会加倍爱你 丈夫的话语 直接让历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看到历经如此惶恐 丈夫还出言安慰 既然大家都想知道 就当是出一次寻麻整好了 发出来 明天会更好 媒体的曝光确实给历经带来了很多麻烦 给历经做变性手术的一生 更是趁机发了一篇相关论文 坊间也多了不少风言风语 这时候历经的婆婆也站了出来 替自己的儿媳妇发声 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说 那是她以前的事情 我们都不在乎 现在她就一个身份 就是我的儿媳妇 老公以及婆婆的历挺 终于让历经勇敢起来 亲自把自己的那段过去公布了出来 本来历经都以为 自己的主持生涯彻底结束了 但是没想到她的豁达与勇气 却让更多的人喜欢她了 她的节目也更受欢迎了 不过 依旧有媒体找事情 在她参加节目的时候 有媒体会故意把她之前 当男人的名字写在上面 这让她非常的气愤 我是双性人 我只是不喜欢人家说 我是变性人 电视台一直播我小时候的照片 还做定格处理 我看了眼泪便流下来 真的太伤人了 我生下来就这样 我能改变 决定吗 精神压力 以及高负荷的工作 终于让历经的身体撑不住了 2007年 历经手术从脑部取出了四颗脑瘤 五年后 又因为流感病发生衰竭疾肺积水柱 进了重症监护室 病情一度十分危急 肺部一半都是积水 这一次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 历经早已想好 告诉老公如果那天到了 你让我先走 医生一天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一共消失了155天 粉丝们一度以为她都抗补过去了 早就已经去世了 历经还是凭借着强大的意志力 以及一生的努力 重新活了过来 历经不惠言已经和老公讨论过身后事 因为她身体状况 2014年又为了脑洞脉流 接受线圈双色手术 因为不能麻醉 咬牙苦撑了1.5小时 她深知病痛折磨人 但失去挚爱更无法忍受 所以没办法接受老公 比她先离开的痛苦 我人生最大死穴就是很容易舍不得 我很稀奇 但万一发生了 我也跟她说我会勇敢再找下一个 不然我怎么办 她也可以再找啊 历经在日本 东南亚都有质产 房地产价值数以 而她的财产是采取夫妻共有质 如果历经先走 名下资产有一半都会归给老公 剩下的则会分给其他家人 她对身后事早有定见 经历过好每一天 未来也愿意造福爱她的家人 经历了半生风雨 历经经历了太多事了 她坚韧不拔的精神 更值得人们学习